助粮就伤风助粮确实可能增加感冒或伤风的风险 传统上人们相信这粮会导致身体失去热量 使免疫系统变得脆弱 从而容易受到病毒或细菌的感染 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 感冒和伤风实际上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而不是单纯因为助粮 感冒和伤风通常由空气中的病毒传播 例如流感病毒或鼻病毒 当我们暴露在感染源附近的时候 例如与患有感冒或伤风的人接触 或是接触被感染的表面后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就有可能感染病毒 虽然助粮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感冒或伤风 但它可能会削弱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容易感染病毒 当身体处于低温环境中时 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减少 进而降低了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效能 此外寒冷的环境也可能使呼吸道粘膜变得前噪 降低其抵御病毒入侵的能力 因此保持温暖并避免着粮食减少 感冒和伤风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包括穿住适当的衣物 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中外出时要保暖 此外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例如请洗手避免接触已感染人士和避免触摸眼 低祸口也是预防感冒和伤风的有效方法 重要的是要记住感冒和伤风是由病毒引起的 因此即使采取预防措施 也无法完全消除感染的风险 如果出现感冒或伤风的症状 最好就医并遵从医生的建议 住凉后容易伤风可能有以下原因 免疫力低下受凉后身体免疫力下降 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从而出现伤风症状 建议在平时注意保暖避免受凉 过度劳累如果平时过度劳累 可能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 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从而出现伤风症状 建议在平时注意休息避免过度劳累 慢性鼻炎如果本身患有慢性鼻炎 受疗后可能会诱发该疾病 出现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 患者可以遵医嘱使用不得耐德鼻喷雾剂 抗酸莫米松鼻喷雾剂等药物缓解 细菌侵入着凉后消耗体内能量低于寒冷 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 容易让细菌侵入体内 从而引起伤风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末西林胶囊 克拉酶素片 盐酸佐养菩薩心胶囊等药物治疗 感谢您提供的补充信息 确实免疫力低下过度劳累慢性鼻炎和细菌 侵入等因素都可能增加感冒或伤风的风险 保持良好的免疫功能和个人卫生 习惯是预防感冒和伤风的重要措施 此外如果出现感冒或伤风的症状 建议寻求医生的建议和治疗 医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给予适当的药物治疗建议 例如抗病毒药物、退烧药、节热剂等 自我用药师应遵从医生的指示 避免滥用抗生素等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充足的睡眠 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和减压 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降低感冒和伤风的风险 当然我可以提供更多有 关感冒和伤风的相关信息 感冒和伤风是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 最常见的病毒是鼻病毒和流感病毒 但还有其他多种病毒也可以引起类似的症状 以下是一些关于感冒和伤风的常见问题和信息 一、症状 感冒和伤风的常见症状 包括打喷嚏 鼻塞流鼻涕喉咙咙痛咳嗽头痛 肌肉疼痛疲劳和轻度发烧等 伤风症状可能更严重 并且常常伴有高烧和全身不适感 二、传播方式 感冒和伤风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当被感染的人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 病毒会释放到空气中 当其他人吸入这些受感染的飞沫 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后触摸眼鼻或口时 也容易感染病毒 三、预防错失 为了预防感冒和伤风的传播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勤洗手 使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 特别是在接触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后 以及进食前 避免接触 避免接触已感染人士 尤其是在他们有症状时 避免触摸脸部 避免触摸眼鼻和口 因为这些是感染进入体内的入口 使用纸巾或手肘 咳嗽或打喷嚏时 使用纸巾或弯曲手肘遮住口鼻 以防止飞沫传播 四、治疗和缓解 感冒和伤风通常是自信性的 即在7到10天内会自行痊愈 治疗重点是缓解症状 例如使用非厨房的解热剂 和退伤药来控制发烧和不适感 此外多休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使用鼻塞剂和喉咙舒缓剂等 也有助于缓解症状 五、注意事项 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时间长达两周以上 建议寻求医生的建议 医生可以评估病情并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治疗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采取了预防措施 也无法完全消除感染的风险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加强免疫力和避免接触已感染的 仍是预防感冒和伤风最重要的步骤 需要提供防措施 セブン 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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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短 放短